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无名,还没上映 王一博新片被央视亲自官宣 看上映时间我想哭 长津湖之水门桥 以下简称水门桥 虽说已经是一部上映了25天的老片子 但是依旧能够保持着俯瞰群雄的姿态 迄今已经收割了37.8亿票房 轻松驻导演徐克成功登顶导演票房榜 将陈思成 陈凯歌等知名导演甩在了身后 而该片的预测票房也已经达到了40亿 这无疑是位博纳影业在天一代表作品 而博纳出品的另一叠占大片无名 更是集结了影帝梁朝伟和顶流王一博两大男主 预告片中王一博身着西装上演黑色幽默 也是将七代值拉满 虽说无名 这部大片还没上映 但其中男主王一博主演的另一新片 维和防暴队被央视发动态官宣 并为该片配以介绍 演员阵容和制作班底都相当强悍 博纳会再创票房新高吗 热门题材配以优质班底 维和防暴队讲述的是 我国维和警察防暴队在海外任务的执行中 以深色显用生命和信念维护世界和平 这一次的维和防暴队成员 将会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 该片选取的维和题材影片都成为了大热门 像是《战狼》系列 《红海行动》的宗旨和该片都是一致的 就是阐述为和警察维护人民安全的艰辛 表达致敬之意 其中 《战狼2》更是以56.9亿的票房成绩 位于影视榜第二 这类影片能够激起观众的爱国热忱 并且感受到当下的生活来之不易 利益特别正能量 并且影片中会有非常多惊险刺激的动作戏 可以起到抓人眼球的效果 令人在不经意间就将影片观看完毕 该片的导演李达超则是因为动作指导出色 受到了广泛关注 他担任动作导演参与制作的《烈火英雄》 《中国机长》 以及《中国医生》 三部影片票房都相当可观 想必这次指导新片也会给大家惊喜 而 《维和防暴队》 在某颗和豆瓣上显示会在2022年上映 也算是紧跟热点情况 看到这个时间数十要把我都想激动地哭出声来了 流量演员号召力地印证 但说到底 《维和防暴队》最吸睛的还是演员阵容 几乎全员都是热度颇高的流量演员 以至于影片在某票票上的想看人数已经突破了17万 在宣传不多的情况下 这个成绩已经不错了 其中男主黄景瑜一直被说是在娱乐圈里服兵役的男人 因为他出演军人形象的次数太多 而且每次都非常出圈 在《红海行动》里黄景瑜饰演的狙击手 和队友巧妙配合 神情专注带着与众不同的严肃感 令人不禁在屏幕前屏住呼吸 下一秒精准射击 将神枪手的角色演绎得极为贴切 并且黄景瑜在《王牌部队》里又一次以军人形象亮相 演技方面更多地呈现了出来 还因为哭泣屡次登上热搜 另一位男主王一博的人气更不用多说 因为2019年的陈情令大火 后又是和八十五花照丽影合作了尤斐 在2021年年末主演的《风起洛阳》 也取得了不小的关注度 代播剧里 王一博还有一部和陈晓合作的《冰与火》 在该剧的预告里 王一博换上一身警服格外抢眼 不过他在电影领域的经验较为薄弱 只能期待他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影片中还有钟楚希、谷嘉诚、赵华为等青年演员 都是颜值在线 但演好警察角色就是一大挑战了 从选角上不难看出 维和防暴队更侧重于吸引年轻观众 想要靠着流量演员的知名度敲向高票房的大门 但是在该类型影片中 像这样选角的还是相当罕见 《战狼2》几乎全凭无精一人之力 撑起全片 打戏贯穿全片 更是偶尔有铁汉柔情的时刻 对比之下 维和防暴队的选角最拿得出手的就是演员的颜值 和粉丝基础 如果说这部电影票房达到15亿并不是特别困难 但如果想要冲刺到20亿可能就有一定困难 不过该片是谁 无疑也是对于流量演员票房号召力的一大考验 流量电影能否成为主流 可能就要看该片的成绩了 还是比较有时代意义的 总而言之 维和防暴队 这部影片从选题来说 是当下的大热门 又有水准在线的导演作证 质量方面也有保障 配合超流量阵容 大爆的机会非常高 但爆到什么程度还是要看成品 最后期待该片能够尽快定档 别让大家等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